随着香港3.0的一个大会进行中 很多的一个项目方都是集体的去来到了这个展会大厅这里 去推广自己的代币 其中有很多100名以内的一个项目 都是在积极的去宣传自己的内容 我在展厅里去看到了很多币种 包括FIL这种币种 都是有做积极的宣传 还有小语 还有很多的交易所 OK 火币 币安 都是有的 当然在过程当中的话 也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媒体 还有一些自媒体的一个博主 也是进行了一些交流 深度的去探讨了 接下来的行情的一个总结 那么我们的话 得出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结论 就是现在的行情的话 是处于一个小牛的一个阶段 是上行通道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当中 包括我和一些博主 比如说币圈大奶 贤哥这种博主 都是在展厅那里去积极的去进行的一个交流 也是得出了很多一个不同的一个火花 去碰撞出来是吧 那现在的话 香港大会的话 这一波直接是要很多一些名流 币圈名流一些人来之心进行回流 他们说的是说实话香港这一波的行情 说的是资金要从大陆这边的一个引进过来 是吧 也要从海外这边的资金引过来 说说把香港打造成一个金融中心 是吧 恢复它的历史地位 但是这种想法的话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才能够得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结论 虽然这一波的开了一个会议 就是作为一个造势 但是的话并没有什么卵用什么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是为了割韭菜 开会之后又是割了一波之后 又是一地鸡毛 我们见过的项目太多了 可以说能成功的项目99%都是失败的 只有1%的项目能够成功 所以说你投100个项目 基本上只有一个项目能够去拿得出手 就已经很不错了 甚至100%都是一些垃圾的一些项目 这是我见的太多了 所以在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要选这些项目的话 尽量不要去投一些新的项目 有一些人以为自己的资金很小 我就追求那些 一下成功的项目 当然有这种机会 但是这种概念非常小 我们进入币圈的话 就是想实现报复 实现报复的过程当中的话 也会付出很多的一个代价 可能会资产归零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情况 所以投项目的时候又谨慎 你不要看展厅那里 在那里有几个人在那里说话 叫你投几个以太坊 是吧 投几个比特币 你就去投了 那傻逼一个 是吧 这是一个情况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的话 我们还会有回归整个旁边 回归于理性当中 是吧 即便它现在在一个上涨通道当中 我们有注意一个 风险的一个把握 以及它的一个把控的一个程度 那目前的话 比特币的话 在一个30,100美金附近 那它的一个上涨通道的话 其实已经在这个位置被打破了 现在的一个上涨通道 已经来到上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很明显就可以测量到 这一波的行情的话 是直接是看到34,000多美金 那个水平 而且的话 这一片的一个套牢牌 很快就会解套 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我在很多期节目里面 都一直说这个问题 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小牛阶段了 不要轻易去做空 即便它出现一个大级别的回调 百分十足 不要这个回调也不要去做空 否则会死得很难看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的话 它现在在酝酿一波三浪是吧 一浪二浪 三浪 而且的话 没有去完全去走出来 它的一个上涨通道是吧 之前走 从这个16,000走到这个 24,000是吧 直接是反弹50% 然后从这个2万美金又反弹到一个29,000 直接就上涨30% 那现在的话在这个行情在这个28,000这附近是吧 上涨到上方的一个34,000美金是吧 有些8,000美金 也到20%多到30%左右的一个上涨水平也不是很夸张啊 所以说现在的话是完全没有走出来 随时有一天可能会暴涨到20%的一个水平 这是比例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这是我要说的一个情况 那最近啊 FTT的话出现一个暴涨啊 直接是暴涨了 有一倍多的一个反弹了 然后出现一个短时间级别的一个回调啊 又出现差到这个2.5附近 那FTT的话这一波的行情忽然去拉伤的话啊 没有太多的一个意义可以去参考啊 毕竟啊 他想要去重回去重拾整个市场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啊 大家还忘记了这个中国比特币吗 BTCC是吧 所以说有很多的一个交易所的话 在一波过程当中的话 失败之后啊 他再也无法去站起来啊 包括我现在的火币啊 也要去重拾他的一个香港的一个市场啊 但是香港的市场有那么好处吗 是吧 他的牌照能得到吗 那么4月啊 14号啊 那么香港火币之夜啊 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一个新闻进行一个宣告 我们看这一波是不是一个空穴来方啊 反正的话 孙哥的话又在这个14号啊 对就是明天晚上啊 会出出一些演讲啊 我们看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反正他现在说话都是 谎言一大片啊 即便拉盘啊 能拉到哪里啊 我们要去看一下啊 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火腿的一个价格 火腿 HT的一个价格啊 我们可以看到HT的价格的话 在这两天的话是持续去 走了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情况啊 但是他的一个反弹的空间啊 并不是很大 并不是完全进行向上突破啊 是吧 上方的压制 可能就是在一个3.9附近啊 被完全是被压制了 你看前段时间去跌到这个0.3 让多少大户去损失这个荣誉是吧 那现在的话又在这个位置 又去拉上去了啊 拉上一点点啊 不是很多啊 我们看14号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啊 反正明天啊 明天晚上啊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宣告啊 看他是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啊 我们就看这个 火腿啊 有什么反应啊 反正大家注意观察就行了 其他的话 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那今天的话 分享啊 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 点关注 点的关注的话 请分享给大家好朋友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